小喵 大家好我是阿布雷 我是魚渣 我是晨晨 我是小喵 我們今天呢 是要跟攝影師小喵 來合作一部影片 因為大家看到我們平常的印象都是 宅宅嘛 宅宅的 宅宅嘛 不注重自己形象 但是呢今天呢 小喵呢要來幫我們做一個挑戰啊 就是呢 他要幫我們整理造型 然後幫我們看出非常好看的照片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布局喔 這個就是 你看後面這個背景 這齊摸耶 這齊摸耶吧 欸 好嗎 你的工作室還有你的布局 都是怎麼樣製造 然後還有你在接什麼樣的案子 我自己平常本身就是攝影間 就是彩妝師 那因為來的人就是我會幫他們化妝 然後換上衣服 那幫在我布置的場景裡面拍攝 那衣服因為也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跟外面會有一個區隔 然後而且因為我自己也會畫特殊造型 特殊造型是哪一種 特殊造型是哪一種 譬如說濕妝啊 或者是比較夢幻 臉上畫猩猩那種瓷琴 那種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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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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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我們到這個10月就可以看到他們 我們到這個10月就可以看到他們 濕術 而且這一部其實都大部分都自己做的 對而且很多都是歐洲美國搬回來的 就是你在台灣其實 不太會看到啦 我覺得有沒有興趣把我們做一個改造 然後拍做好看的一個照片 我覺得本人就蠻好看的啦 但我還是要先說本人很不好看 我的照片比較好看 這樣會比較厲害對不對 其實我們這個小愛的工作室裡面還有毛 對 他有毛 我跟妳說我們這邊附彩妝 附衣服 然後附攝影師跟長期牌 有附毛 很可愛喔 而且他可以給他保 隨意保 他很乖喔 好乖喔 OK好的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看小彪是如何把我們改造的 GOGO 好酷喔 好酷喔 這是真的那個美國公路的紅衣人 你自己去猜的嗎 這個 因為不是古董的紅衣人 其實他現在都已經改成了 像是那種點這或是有 沒有沒有就是我說這是 很早以前的啊 像台灣早期紅衣人也是用這種的 不懂可樂 如果你喝了 就 可以確定一下他的味道嗎 不敢不敢 所以這一台是真的是古董的 對這台是古董 他真的可以用 他真的可以投籤 如果你有美金的話 OMG 5cent 太神了 我看他第一樣 可以可以 欸我發現他超 容易進入狀況 對 你很厲害 我來看什麼叫不會進入狀況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沒有啊我跟你講 那個裝逼都要裝得很像 看前面 好繼續裝 這可以可以可以 欸他很認真在裝逼 欸他真的在裝逼欸 那個 我跟妳說剛剛他不能誇 因為他一誇 他就會笑 等一下會覺得哪邊有需要微調 比如像八滴底啊 或者是眼前看我我看那邊 OKOK 所以我就自己 自己 弄自己的 先弄自己的 先弄自己的 對 對 練金術 對這個布景有很多都是小喵做的 對這個布景算是我 但也有我朋友一起幫忙 不能說我一個人做的 有一些是撿來的 像這個 飛到我家的垃圾 大概死掉 我們把他做起來 這是 喔這是這個 熊風 哇 害我想到我們上次在 上一班的信家 我們用熱水燙死這一支 你小心了嗎 沒有就是故意的 因為他飛進來了 可能我問這傢伙 這麼快欸 然後我幫你調味 然後只要定著就好 超大型 SIC SIC 沒有啦 SIC有魔改 他是SHF 他是HSF 看前面的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他看起來很認真欸 好 中 可以 看不出來他在中 他真的很書聲欸 來 書聲幫我 看完拿著 What this shit 沒有 看完 拿下來 我到底看了三球 好 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拍照行程 都已經結束了 那首先要非常得小 不要辛苦 今天幫我們拍照 那我們其實剛才在看那個場景的時候 我們發現 我們在看那個櫃子 就是那個 有些珍奇 珍奇的寶物 已經完全超乎我們的 理解範圍 他整個認住 我整個認住 就是那個剛才小喵在介紹的時候 我整個就這樣 怎麼喝 對我整個就是完全不知道說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照相時候的表現怎麼樣 我覺得其實因為你們第一次拍照 但是你手把全部卡進過這一點 我覺得很精準 而且他們自己會 Cue彼此人 然後有點像我們神經病 對對對 我覺得蠻好的 我剛剛一直被講神經病 那小喵你可以介紹一下自己的 聯絡方式 或是你的Instagram嗎 最好是聯絡方式是IG跟E-mail 請大家去追蹤那個小喵的IG 裡面有非常多很好看的照片 他剛剛裝逼很帥欸 可以 就是裝...就是裝逼啊 我想說裝逼很帥 沒有辦法 這就是...我覺得要有一個情緒在 你可以從我的IG或者是還有E-mail E-mail 對 IG E-mail 那我們會把E-mail放在那個下面的資訊欄裡面 好 那你聯絡他們好了 或是聯絡我們 我們可以幫你轉介給你 可以 OK好的 好那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點個喜歡 那喜歡的小喵拍照的話 也可以去追隨他的IG 那我們是阿布雷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掰掰 這次影片結束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幫我們按個喜歡 也別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記得按那個小鈴鐺 有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都歡迎到下方留言 掰掰